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与神圣力量的连接 更高的自我和无条件的爱 自慧的来源 如果你学会了倾听你智慧的引导 它随时都在那里等待着你的觉醒 自古以来 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宗教中都存在着关于人类特殊能力的记载 例如 在古印度的瑜伽经中 提到了通过修行可以获得CD 这也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 在中国的道教传统中 也有许多关于修炼者获得特殊能力的故事 我们也可以通过培养 与更高自我的更深连接 我们可以更真实 更有意图 更有目的的生活 并与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和谐共处 我们将探索 你以最强大的精神本质 创造着神圣能量本身的神圣连接 这种连接 就像青春与无限丰饶的源泉 是我们可以找到任何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和平与满足的来源 而且 它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内心 如果你每天能够与它连接 你的生活 将成为你所希望的那样 现在 让我们开始吧 找一个舒适的位置 无论你是坐着还是躺下 让你能够得到身体放松 并专注于这个旅程 现在 深吸一口气 让你的肺部充满氧气 再慢慢地呼出 带出你身体中的任何紧张 或压力 任何精神道路 任何更深的连接 对我们人类来说 都开始于身体 关注你身体 关注你身体皮肤与空气 或身上衣服之间的接触感 感受 感受每次呼吸时 胸部的轻微起伏 要请你的身体 要请你的身体在每次呼气时 放松和软化 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 你可以完全放松 放手 感受释放的开始 感受紧张的消融 留下的只有那美好的平静时刻 现在 让我们进入下一阶段 连接到你内心的神圣火焰 你的更高自我 关注你的心脏中心 开始在你的核心处 想象一个温暖 和柔和的火焰 那美丽的火焰 非常的温柔 感受它 并用视觉化 展现在你内在的眼睛里 这火焰 代表着你的更高自我 你内在的神圣本质 你的智慧 力量 和爱的源泉 花点 花点时间 去观察和感受 你胸中的这个神圣的火焰 注意它的大小 颜色 以及 它随着你的呼吸 心跳 和生命的跳动 与舞动着 让你感受 精神身体的存在 它或许多更清晰的轮廓 带有柔和或鲜艳的颜色 这取决于你当前的能量和情绪状态 关注它 协调到你的精神领域 感受在这个精神领域内 拥有的那秘密的内在火焰 一种燃烧着纯粹的爱 和积极能量的火焰 直接连接到你的最高自我 每当你花时间感受你的火焰 看到它变得更加明亮和鲜活 扩展到你的整个存在 火焰用它温暖的光芒包围着你 让你充满爱和神圣的积极能量 所有其他的事物 所有其他的事物 都被你内在的火焰 转换和自愈 你总是 你总是与它连接 它是你核心的一部分 是你内在的神圣火花 此刻 请尊重它 记住它 感激它 现在 运用你独特的创造力 开始想象自己 站在一个晶莹透剔的水晶阶梯前 你看到这阶梯半透明 闪耀着神秘的光芒 阶梯一直向上延伸进入天空 消失在云层中 在你踏上这个阶梯之前 想象自己手中 正握着一个神圣的物品 这个物品对你来说 有着深刻的意义 是你与神圣连接的象征 这个物品可以是任何对你有重要意义的东西 可以是一块水晶石 一件首饰 一根羽毛 或一个符号 甚至是一个可以代表你精神旅程的想象物品 当你握着这个神圣的物品 感受它的能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迈动和增强 它变得温暖 好像在你的手掌中活了起来 看着这个物品 看着这个物品 开始发出柔和的光芒 散发出一种神秘的光辉 在你的周围 在你的周围形成了神奇的光球 这个光球代表着神圣的能量 它始终存在 始终在引导和保护你前行的旅程中 你感受到与宇宙的连接越来越强烈 仿佛你被包裹在一个爱的光芒中 你每向上走一步 手中的物品 变得更加鲜活和充满生机 它的颜色 随着你的情感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当你释放任何恐惧或疑虑时 物品 会散发出明亮的紫色和海洋的蓝色光 这是精神觉醒和深层情感 至于的颜色 随着宇宇宙的节奏迈动 围维绕 你感受到一股平静和安宁涌上心头 记住 花点时间 花点时间 你感受到一股平静和安宁涌上心头 当你继续向上走时 你到达了下一个平台 在这里 你反思生命旅程的第一部分 你可能会看到喜悦 挣扎和成长的时刻 也可能会看到神圣地 神圣的高我的存在 他始终在那里引导你 支持你 并在途中提供宝贵的经历和教训 你每走一步 感受到越来越深的感激之情 意识到 自你出生以来 你内心的神圣火焰 一直明亮地燃烧着 引导着你 保护着你 滋养你的灵魂 当你到达阶梯的顶端 你正接近 这个天堂般的空间的最后一步 你感受到期待的情绪 在逐渐增加 当你越过边缘 看到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景象 你面前 你面前是一道光辉燦燃的光芒 光芒的强度既令人敬畏 又充满温暖 这道光不是普通的火焰 而是以纯净和神圣的本质在闪耀 花点时间 走进这道爱的纯净光芒 神圣的存在 伸出你的手 发现这火焰并不会刺伤你 相反 这是一种温暖 而又令人安慰的感觉 像是来自宇宙的温柔拥抱 这火焰不仅仅是普通的火焰 它是神圣的本质 是所有爱与完美智慧的源泉 当你把你的神圣物品 举向这道光辉的火焰 感受到它的能量 与神圣之光的融合 你手中握着的物品 开始发出更明亮的光辉 充满了神圣火焰的强大能量 你可以感受到神圣的光源 包围着你 在此刻 给你带来舒适的光环 你能感受到吗 现在 花点时间 用你的手指尖 触目火焰 感受它的温暖 能量 流入你的体内 充满每一个部分 让你感受到爱 与积极的震动 这火焰 是你与神圣连接的象征 提醒你永远 是在被爱和保护中 当你沐浮在这神圣火焰的光辉中 感受到自己 以去源头的神圣连接 你内在的火焰 认出这神圣本质是它的起源 它是那永恒燃燥 它是那永恒燃烧的火焰的一部分 你不仅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 你也是整个宇宙中 一个不可缺的部分 你与一切相连 在这纯粹连接的时刻 你对自己肯定地说道 我是一个神圣的存在 我与宇宙的智慧 爱和光相连 我相信我内在火焰的指引 当你继续冥想之旅时 带上这个物品 作为你与神圣连接的提醒 每当你感到迷失或不确定时 握住它 让它的能量提醒你内在的火焰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神圣连接 请大声地 或在心中重复一下的肯定语 感受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与我内在的火焰相连 伟大的神圣高我 总是在指引我 高我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 高我重视与我同在 我的情感与我的内在火焰一致 我在活出我最高的真理 我在过我最好的生活 我的内在火焰正在引导我 走向一切最适合我的事情 神圣的力量在引导我找到我的目标 我遵循神圣的指引 并吸引丰盛进入我的生活 我连接着宇宙的无限智慧 我相信宇宙的指引 我正在激发我内在的火焰力量 我正吸引积极和志同道合的人 进入我的生活 我的关系是建立在爱 信任和相互珍重的基础上 我所做的一切都与我的神圣目标一致 我充满激情和目标的生活 我遵循我内心的渴望 我的直觉总是引导我 走向正确的道路 感谢观看 在一段接近旅程的终点时 花点时间 反思你在旅途中 获得的经验和见解 感受你内在的神圣火焰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明亮和强大 反思你手中物品的意义 反思你手中物品的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件物品 而是你内在力量 而是你内在力量与神圣连接的象征 现在 花点时间 表达对这个物品的感激 以及 它在你生活中所代表的一切 感谢观看 当我们准备回到当下 带着这份神圣智慧的感觉 让它成为你生活中的指引之光 帮助你优雅而勇敢地航行 在这曲直的旅途中 优雅 当你准备好时 轻轻地将注意力带回到你所在的房间 感受脚下的地面 皮肤与空气的接触感 和自己的心跳 知道自己总是与内在的火焰相连 你的更高自我 总是被宇宙的智慧所引导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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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深深的吸一口气 睁开你那双美丽的眼睛 带着这份神圣智慧的感觉 过好每一天 你知道你总是被爱 和被内在神圣之光所指引 感谢你与我一同 参与支持引导冥想 我们下一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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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